哈喽,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树林里看到这些Russellers 这个不清楚能不能吃 树上有很多针膜 Honey分改 地上那个黑色我也不确定 所以不是黑色,紫生红色 但是这个可能是那个小的 可能是这个Russellers小的 还没长大的 但是我不要 然后呢,这里有另外一种不知名的蘑菇 看一下,我刚才好像看到 这个很毒的蘑菇 白色的鹅膏菌 这个好像是有剧毒的那种 但是名字现在还不清楚,要回去查一下 你看这里它有鹅膏菌 它有环,然后顶上有小点 这是应该是有剧毒的那个,白色的 刚刚第一次见到 鹅膏菌的头就像一个我们说的洋葱头 这个应该刚刚被别人破坏了吧 我还是放回它在这里 然后附近我还看到一些很多不同品种的蘑菇 看一下哈,刚才我们放了一堆 在这里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它的名字 所以也不会再回去 看样子不像能吃的 也没有什么好的味道 一般能吃的蘑菇它都有 像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蘑菇的那种味道 这个也没有味道 这大概是小品种的 看一下附近还有 还看到另外一个 这个大概是那个 milk cat 我刚才摘了一下看到 有奶浆菌 但是不清楚能不能吃 所以一般我们不清楚的都不摘 好了 然后回到我的篮子里看一下 这个都是刚才那个奶浆菌长大了 这是另外一个 哦 这个就是有毒的那个鹅膏菌 长大了 现在看得很清楚了 它的颜色是 米黄色 但是有点偏绿的 这是有毒的 应该是被人弄断了 你看 头还在里面 它有环 有菌环 有毒的鹅膏菌 然后我们回往这边走一下 这个是松树林 所以蘑菇的品种 跟我平时去的有些不同 有一些是一样的 虽然这个都是蒸膜 但是它的颜色和粗细有点不同 然后我摘了几个这个Russell 这个应该是能吃的 我再回家确认一下 刚刚发现一个小小的蘑菇 这个不知道什么品种 回去得查一下 然后它有一种很香的 类似于杏仁的味道 一般有香气比较好闻的 都是食用的 但是我只第一次发现 然后回家先查清楚是什么名字 暂时不会尝试去吃它 先确认它的身份先 然后今天就摘了一些沙地的 沙地的蜜环菇就是蒸膜 我发现这个应该是能吃的品种 这个叫Wood Breast 我回去查一下它名字 但是我现在目前只摘到两个 因为我以前在一个草地摘过的是不同的 比较大 比这个大 它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有蘑菇的香气 然后底是紫的 紫色的 顶端有一点黄铜色 小的时候应该整个是紫色 它这个已经开散了 所以上面就是这种咖啡 咖啡黄色 然后底部是紫色 这个应该是食用蘑菇 但是我也要回去确认一下 好了 现在我的篮子暂时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